為到旅邊停車會的社會問題 現在中華觀眾附近大新 跟四間電信業者以及八間行動支付業者合作 建立多元入錢的官方 按現時開始正式開用 要民眾說要入這個停車會的會用 只要透過行動支付APP 完成請和幫頂頂相關的設定 就能輕鬆入錢 旅邊停車會停好停滑 除了中華市到晚點市 留下開辦 路邊停車收費進行以來 在使用這些貨幅的環境之下 民主的萬一都都盡管 不過算是因為常常不加6錢 要是約在車廂上頭的收費大半件 才是一大堆問題 路邊停車收費的多元繳費的方式 其實是有兩個比較大的目標 第一個常常有民眾反映說 他的停車費單子不見了 那單子不見了他就要去 去透過我們的超商去補單 這樣子就會有時候持繳 或者是衍生相關自納金的問題 那如果他透過我們這個 利用手機的電子支付的話 他可以綁定電信業者 透過我們的手機或者是相關的 或者是相關的我們的APP 來做電子支付 除了紅白民眾 如果路邊停車費用以外 幹部處處長也說 美國的包括萬人 中華和六甲公司 和盤點停車費的收容和訴求 原則上路邊收費停車費的不斷增加 這個部分我們會透過我們現在每個月 都會跟彰化市園林市路港鎮 我們會有開會討論 那他們會依照他們現在 整個市區的停車狀況 來再做討論 幹部處長條 賓國一百空六年 萬人跟中華開班路 比停車收費以來 預計後部的車處有四百三十多萬幣 若增加停車主張率 由後改善交通問題 也提供庫修理一億二千五百萬 到中華新聞中西良 中華彩虹報道